矢板先生 剛剛那個是川普最新的造勢場合 他真的也是每天活蹦亂跳的很認真的選舉 你怎麼觀察這一場美國大選 我覺得最近就是說 怎麼說 賀錦儀剛剛被提名的時候 他的聲勢拉起來一塊 但是說最近他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陷入一個侯友宜的困境 就是說他沒有對國際關係很多的知識 有一個事先的準備 突然間這個趕鴨子上架的時候 就是講出來就被質疑 然後就喪失自信 就不敢出來講 然後就進入一個負面循環 我覺得這個今後他的民主黨團隊 能不能保護他順利的 就是最後用別人的語言把它包裝起來 我覺得這個能不能成功是最重要的 那麼按照現在的民調 我們看過去的民調的話 就是說基本上民調的話 共和黨要稍微比真正的要低一點 世界投出票共和黨要多一點 所以現在應該是川普有一點領先 但川普的風險在於他亂講話 說不定什麼時候他自爆 突然間講一句話得罪很多人 或者有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了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這次美國總統大選 互相現在批評對方是親中派 這個我有很多在美國的華裔的朋友 他們就說有支持川普的 有支持賀錦毅的 互相都在說賀錦毅是親中派 那川普才是親中派呢 就是現在不能說對方的性別 也不能說對方的族群 也不能說對方的年齡 這些都涉嫌歧視 但是批評對方是親中派的話 這個不涉嫌歧視嘛 所以互相在批評親中派 然後被批評對方一直在否認嘛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有意思的一個狀況 現在日本也在發生 日本這個12個自民黨總裁選舉 互相指責你們是親中派 就是親中派變成一個非常非常負面的一個狀況 這是一個現在這個選舉的新的趨勢吧 另外一個我覺得就是賀錦毅能不能證明 今後就是說一個是能力問題 能不能證明他能夠把這個繁榮和平的能力 有沒有出給國家的能力 這個點呢川普上一陣他已經做過四年了 而這些四年的時候呢 疫情開始之前確實全世界也趨於和平 經濟也不錯 所以它是可以證明過的 還有一個就是立場問題嘛 你在中國問題 在俄羅斯問題 在這個中東問題上 你的立場到底是堅定不堅定 這點我覺得是今後還是互相質疑 互相指責的過程還會持續很久 那你的觀察日本各界現在對於可能的領袖 反正不是川普就是賀錦麗啊 日本各界是什麼反應 日本我最近看了 我打個唱 你記不記得先前那個麻生泰啦 對 跑去見川普 然後據說拜登的團隊那時候不大爽 那那時候拜登還沒退選 對 那個時候有一種解讀就是說 日本自民黨也是壓雙柱 台灣話叫做壓雙柱 就兩邊都壓 那就是這邊跟你關係好一點啊 然後岸田去跟拜登交朋友啊 那不管誰當總統 我自民黨都是你的好朋友啊 所以日本當時是有這樣的想法 那賀錦麗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狀況 我講比較特殊的狀況是說 賀錦麗跟日本的政治人物 其實也沒有明顯的交集 然後川普呢 以前他的好朋友是安倍 安倍往生了 所以日本現在的政壇或者媒體 怎麼看這兩個可能的領袖 而事實上日本是 美國在西太平洋最重要的partner 當時我覺得是 當時就是說岸田在當首相 岸田跟拜登關係很好嘛 那麼麻生去找川普嘛 如果說等於說 這個川普當選啊 那日本首相跟著換就沒有問題了 但是現在問題是日本要先換首相 所以說這個到底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現在我看日本的整體政界的氛圍了 比如說高市早苗他是安倍的傳人嘛 安倍系統 他一定是川普啊 但是別的人大部分就因為川普上台的話會對日本提出這樣那樣的要求嘛 而且要求日本就是配合美國特別是比如說駐日美軍的經費問題 各方面的話他要求提高很多嘛 所以說在這方面很多人就是擔心川普上來的話會給日本帶來很多的政治和經濟的不安定的要素 所以我覺得日本現在主流的好像是支持賀錦毅的稍微多一點點 但是像高市早苗這樣還是支持川普的 好那日本事實上自民黨現在也有黨魁之爭嘛 對對對 好那這個除了前一陣子來台灣訪問過的石破貓之外 我觀察到日本媒體現在比較看好的是小泉 小泉晉次郎是小泉楚尼郎的兒子 而且是相對年輕的 對 基本上我覺得這幾個人現在日本媒體這個河野太郎和茂木敏充基本上被淘汰了 那下面還有八個人啊 那個基本上當選不能 就是剩下這四個人的當選的可能性比較大了 他是這樣的 有選舉 有不管多少人選舉 第一輪投票如果沒有勾班數的話 那麼剩前兩個 那剩前兩個呢 小泉晉次郎基本上已經絕對能拿到一個位子 好 那麼剩下的這三個人的話是有可能就是進入第二名的 好 第二名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可能 比如說第二名跟第八名聯合 是不是能不能把小泉做掉 好 是這麼一個構成啊 好 那麼其中呢 比如說 那我等一下等一下 那所以小泉已經進入決賽的 基本上現在是決賽 對 如果他不出問題的話 好 來來來來 可不可以幫觀眾朋友認識 對 說明一下小泉晉次郎 因為小泉的爸爸叫小泉楚尼郎 對 事實上在我小時候當過日本首相 以前啦 以前啦 那小泉晉次郎很年輕 他事實上是相當年輕的政二大 43歲而已 對 他並沒有那麼具體的政策或者政治的這一種立場 是各界熟悉的這樣 對 他基本上的特點就是第一 長得帥嘛 就是長得帥的話 帥又年輕 對 對 而且血統又好嘛 而且43歲 他去年冬天的他女兒剛出生 所以現在女兒還不到一歲 所以他現在每天的話 每個星期只有兩天應酬 五天要回家帶女兒 他太太是一個很有名的主播啦 所以說太太的家裡很強勢 但是這種形象其實對日本社會是一個比較好感的嘛 大家覺得是跟我們一樣 跟傳統政治人物不一樣嘛 但是小泉呢 他就是說只做過一任的環境大臣 但是說 就是說 怎麼說 被人稱為叫詩人小泉 他講話呢 有點就是說太失意了 比如說有一次很有名 他當環境大臣的時候呢 有一次記者會上他講呢 他說我們這個政策呢 都是很枯燥的 我們要呢 把它變得很有趣 比如說解決這個氣候問題呢 我們要非常有趣 非常酷 非常性感地解決這個氣候變遷問題 然後當場就有一個這個女記者問她 說怎樣具體地用性感地解決這個環境氣候問題呢 然後她就說 她說你這個提問就不是很性感 就是這種對話就是被人吵在網上啊 就是說到底不知道她在想說什麼嘛 她在想什麼 氣候問題是性感問題 但是她這種話題呢 反而有的人呢 期待她記者會 期待她下去講什麼嘛 因為她長得年輕又帥 對 因為其實現代的媒體政治 網路政治裡頭 顏值高是很重要的要素 對對對 所以說如果不出問題的 如果除非她在今後還有將近一個月的選舉期間中 再說出一習慣其八道的話來 可能對她有傷害的話 基本上她會進入決賽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可是我要打個岔請教你 可是你可以觀察到她的路線是比較親中派 或者反中派 或者親美派 或者是什麼樣的立場嗎 比如說這六個嘛 這三個基本上是屬於親中派 跟中國比較近的啦 好 就是河野跟石破茂 跟茂木敏通 對 然後呢 高氏和小林是對中國比較強硬的啦 這兩個都是安倍的支持的嘛 那小全呢 到現在為止 因為她一直在說詩的詩的語言 大家不知道 說沒人知道 沒人知道她的立場 但是有一點呢 比如說我查了很多在台灣問題上 基本沒有發言過 哦 沒有 基本沒有提過 大家沒有具體的講過什麼內容 所以說呢 但是說她有一個呢 她父親小全純一郎呢 是參拜靖國神社的時候 對中國非常強硬 她那六年的時候 中國是拒絕和她父親打交道的 那麼她呢 今年的8月15號 也去參拜個靖國神社 光這一點呢 中國也很惱火 就是至少是不是保台不好說 至少是抗中的 所以說這一點呢 我覺得應該對台灣來說也算一個不錯的人選吧 好 那我再請教你 那自民黨的黨魁 假設是小全擔任黨魁 他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任的首相嗎 一定是 一定是 對對對 對 因為自民黨就是說多數的 最大的多數執政黨的這個黨魁就是首相 所以說一旦選出這個首相的話 岸田馬上就辭職 把位子賬給他 然後在國會 自民黨重新投票一次 然後就是因為賬多數嘛 他就會當選首相 所以10月份 9月27號選自民黨 大概10月初 他就會當首相 然後發表自己的政見之後 可能就要解餐國會 日本也要 在美國之前要進行國會大選 好 那所以包含連你都不熟悉他比較具體的國際跟外交路線 所以事實上台灣社會可能也很難預測判斷 將來小全主政的 比方說對中國的政策或者是對台灣的政策嗎 對 那有一點參考的是 小全這次參選他的後面的就是支持他的人是菅義偉 那麼菅義偉是如果小全當首相的話 因為他太年輕嘛 菅義偉可能去出任副首相 或者是自民黨副總裁的決策 來全力輔佐他 那麼基本上在外交上是菅義偉的政策 那麼菅義偉前不久當過日本首相的時候 對台灣還是不錯的 在大師大非的問題上 立場還不錯 所以大家我覺得還是可以放心的 好 那菅義偉為什麼自己沒有出來角逐自民黨的黨魁 而寧願讓一個年輕的 而且各界不熟悉他的國際路線的 或者國際立場的小全走到前台呢 這個就說到很複雜 就是 等於說像菅義偉這樣已經做過首相退下來的人的話 如果他再次出來的時候 就會有把他當年執政出很多負面的包袱 就會被指責嘛 他退到後面 退一個年輕人出來的話 這樣的話 其實某種意義上 他的包袱 他的影響也會更大 就是菅義偉出來不見得能當選 但是小全的形象 現在長得這麼帥嘛 所以說他的自己 因為馬上可能要解散國會大選嘛 如果菅義偉做人行一排跟人握手的話 可能那個海報沒有什麼人氣 可能如果小全出來的話 很多人就會收藏那個海報 所以說這樣的話 就推他出來 好 所以他推他出來 主要的原因是菅義偉也有一點政治實力 因為他是小全家族的二代嘛 就小全崇伊朗的兒子嘛 然後第二個是他比較年輕 沒有抱袱 然後他結合了菅義偉的政治派法的能量 然後他結合之後呢 他沒有過去的政治包袱 可是他個人比較年輕 然後形象可能比較討喜 那這樣有可能是一個對於政治 或者對於社會大眾來講 是一個比較容易穩定長期的選擇 我的觀察是 岸田的狀況在台灣也很特殊 在國際間也很特殊 我第一次對岸田文雄印象很好 是岸田文雄在美國國會的演講 他講得非常的好 雖然台灣可能沒什麼人看 但我把那個演講看完 然後中間還有一些典故 然後他還講到 他小時候有段時間在紐約 就是他很小的時候可能是五 六歲 六 七歲 是有讀書有生活過的 所以日本人給他 就是說日本人這樣子在美國國會演講 美國人給他很大的掌聲 很大的支持 然後呢 我觀察到每一次G7的重要場合 那岸田國際間給他的報導 評價都是很加分的 所以我本人身為一個 對日本人而言是一個外國人 我看岸田文雄的時候 他事實上在我的評價裡是高分的 但他在日本的民調破底 跌破三成 還快要破兩成 就是說呢 國際間給他的肯定 我甚至覺得美國國會給他的演講的肯定可能是80分 可是他在日本的民調可能是20分 這中間缺口很大 這個問題就是 這個我想美國也是一樣的 就是岸田文雄他在安倍內閣做了五年十個月的外向 外交部長 所以說他的 怎麼說 國際觀跟外國打交的是很擅長的 但是說相對起來 內政確實是有一些問題 那麼就是這幾年日本的就是說 經濟通膨 日元一會兒升上去了 一會兒 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 另外一個他在等於說 安倍派後來出現了一些就是金錢的問題嘛 金錢弊案的問題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趁機 趁機呢 想 因為這個岸田派在自民黨那是小派系 安倍派是最大 安倍派是支持岸田派的 因為安倍派出世以後呢 他想的就是一口氣奪權 所以他把安倍派解散了 結果呢 得罪了大家 他當時在政局上的賭注 賭輸了 所以他自己沒辦法出來選了 所以事實上 小權跟菅義偉的結合是 另外在岸田這樣的處境下 而推出來的新的組合 那日本各界到時候等到小權當首相的時候 會如何看待小權 可能又是一個變化 因為小權有沒有可能變成日本政治史上最年輕的首相 如果他當選的話應該是 對 而且43歲 而且一口氣大概比以前提高 提升個10歲左右 對 而且他事實上並沒有全國性的經驗 完全沒有 對 所以日本的這一個選擇也是走到了一個 傳統政治的建制的範圍外 對 如果他當選的話 可能日本的戰後的政治要重新開始一個新的局面 好 就是一個新的局面 因為日本社會從來沒有迎接過年紀這麼小的日本首相 而他實質上並沒有全國的執政跟施政的能力跟經驗 對 然後他事實上並沒有國際外交的經驗 基本上也沒有 對 基本上沒有 對 基本上沒有 對 因為你剛剛講他當過環境部長 對 那環境部長大概台灣也有 對 然後再來 岸田文雄不一樣 岸田文雄做過外交的工作 對 所以他至少在處理外交 我剛剛講他分數很高 對 所以小權會如何處理中國 台灣 外交 其實也是問號 對 好 所以我們會迎接一個 作為一個經常性觀察國際議題的我來講 我可能迎接一個 事實上我打了很多問號的賀錦麗 然後再迎接一個 我可能也打很多問號而疑惑的小權 對 對 對 那當然說 現在有12個人在選 對 如果還有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如果他不出問題的話 他會當選的 對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 分享 按下小鈴鐺 再次, Judy 等同 pasta 剛剛才說看 辨護車 我們贏車